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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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投资的损失陆续消化完毕这样的利空之后 反而渐渐迎来比较好的利多期待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从大盘的角度来看台北股市 它是健康的 第二个再从内容的一个产业去看 也是良性的轮动 我们最早提到的像是军工概念 当时谈到的是雷虎 那当然它短线已经飙涨的是相当夸张 涨了一辈子多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一点 这样的资金它会有机会什么 扩散开来 就是其他的军工概念股 就有机会轮动性的发动 像最近比较中低价的合成 甚至像1584的一个金刚 最近都是连番性的一个上涨 当然我觉得在当中 有一些真的还没被市场到注意 比较忽略的 在应该前一两天我们也有谈到的 这个2208的台船 为什么说我觉得它根据指标性 因为或许当中有一些 今天上涨涨停的军工个股 大家会觉得他们占所谓的 军工的营收比重不高 先以题材走先 但是以台船来说 我觉得应该算是最纯正的军工股 因为当时政策主导的 所谓的国建国造跟早修合一的部分 就是由台船做一个指标性的 一个主掌的一个公司 因为其实你看它的股东结构就知道了 国发会持股14% 经济部持有11% 而且它的第四大股东 可以特别去关注 就是行政院旗下的这个 国防工业基金 也持有台船5.75% 所以你从股东结构去看 就知道以台船来讲 就是最具指标性 这个国建国造的一个公司 因为最近在动的 大家都在看天上飞的 像雷虎 航太林主舰 结果这个造船 以造军舰国建为主的台船 比较没有动到 但是你可以特别去关注 它的10月份的营收 突然跳增 因为迈入交船的周期 它的10月营收年征突然 爆增到215% 创下了历史新高 来到40.74亿元的成绩 那未来这几年 从军舰公务舰艇 目前在手的订单 在先前的一个法售 也有谈到 大概还有高达700多亿元左右 所以我觉得回到现行来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轮动 那如果以形态来说 我觉得台船来讲 还算蛮漂亮的 因为它11月出现发动 从11月4号连长5天 攻到年限19.8 然后拉回做休息 下面那一条白色的月线 我们可以视为上升轨道 那刚好拉回8天休息之后 这两天突然出现了 增量的红棒转强 所以以技术面的角度 我会比较正面去看 就是休息8天之后 后面一波的走势 整个军工概念股的买气 扩散开来之后 相对在低档的一些公司 以台船来讲 我觉得它是有机会 再来昨天在前天100%的节目 也有特别谈到 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我挑 最纯的军工概念的话 应该是5222的全训 那当然市场比较陌生一点 因为它过去主要的客户 就是中科院 因为它做的就是这个 功率放大去 这个飞弹的雷达模组的部分 像是雄山天宫飞弹的雷达模组 就是由全训所提供 因为它有90%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这个国防工业 所以我刚刚谈到 如果最纯正的话 大概是以全训为主 因为它是台湾唯一一家 一弹化家制程 切入国内军用产业 但是很有可能 我觉得是因为它 价位比较高啦 100多块钱 因为最近在动的 都是一些中低价的 但是以它的获利来看 我觉得并不差 因为今年第三季 获利也年增了73% 而且在政策力推 国防自主下 公司也有谈到 目前在手的一个订单 都已经看到2024年了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去看 或许这些已经涨多的一些 军工概念 我们不必太急于去做一些 追高追进的动作 所以刚刚聊到的 我觉得 类似像潜建国造的台船 目前还在低档 低基期的情况之下 以资金的一个良性轮动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在接下来再去做一波的补涨 那刚刚讲到 这都是新军工概念题材了 但是呢 今天其实投资朋友的关注 就在今天开示当中 雷虎的解禁 雷虎的解禁 却看到股价在盘下的时间多 那这波冲高到这里 其他个股在接棒演出 但是雷虎的解禁却休息 您怎么看 那这样的个股 今天的表现 持股的人该放手吗 我会建议先放手可能比较好 因为在解禁的时候 雷虎还在涨 那你或许从本益比 角度去看很高 当然因为它有题材的加持 然后筹码面可能 因为没有心股当筹码 比较安定 那我会建议先放手的原因是说 因为毕竟波段的涨幅 都已经快来到两倍之多了 那你说在这个地方 再去做追进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风险相对高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一个 选股方面的逻辑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军工个股的资金 它是扩散开来的 反而雷虎休息是好事 就是说大家不是一再急欲去追雷虎 好像只有雷虎是军工股 只有它会涨 因为你看像是 最近被市场点名的合成 因为它很早就切入到 像是这个军用装甲的部分 那加上又是低价低机企 股价这个很容易得到市场上的认同之后 就连跳两天了 金刚也是我们过去有谈到的 或许你说它的国防 占它的营收占比不高 但是毕竟它在钛合金的扣件 在航太甚至也打入到 阿帕奇的供应链 而且今年的获利很好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谈到 金刚毕竟它是有航太题材 所以你或许挑选的部分 可以找比较有 不单单只是军工 它本身还有其他的获利面 类似像刚刚谈到的台船 它还有一个关店在什么 离岸风电的一个水下基础装的一个建设 这个部分它在台湾算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在这种大型的这种基调船的部分 在运送这种离岸风电相关的这种大型机具 大概目前以台湾的一个部分 就台船有这样的能力去承软这样的一个业务 所以国建国造单它营收六成 离岸风电20% 算是国家队的一个双题材加持之下 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从军工概念 去找一些题材股 甚至可以配合他们 在其他产业未来的一个布局上 我觉得在目前还是可以挑出来一些 还是有业绩支撑的好股票 好 这是我们看到军工概念题材个股来检视 这些个股反映表现 那当然今天大家看这个 雷虎的股价震荡稍有休息 不过刚刚还有拉高回平盘 只是又压低下来 那另外个股的表现当中也看到 包括今天在生计医疗股里头 美食的强势 供高到涨停锁住 到现在就没有打开了 代表说它现在是锁紧了 但今天量的部分也放比较大 有五万四千多张 如果用量来看的话 是近期最大量的一天 好 连五虎今天供新高 然后再带量的表现 因为有凯基头顾的点名看多 说纳入研究 还把目标价看得很高 到三百多块 那这几天这样的冲高 有没有机会继续冲 会不会变成现在最冲的 最标的标的新标的 那当然凯基头顾以往的经验 投资人常常会说 他会是一个隔日冲的一个高手 怎么看待今天他的纳入研究 他的股价表现能够带动其他的相关生计股 再走强吗 还是说呢就锁定美食 你会怎么看 我觉得带动的效果绝对有 因为就会先比较效应 那是不是需要锁定美食 而且大家会看目标价 好像还很远 那当然我就目标价先仅供参考 但是或许目前的筹码面 跟他的一个市场气氛来看 是有这样的味道 因为外资最近的转买推升 在相对的这个高档 外资都还在买 所以我会认为 手中持有者你可以续报 我觉得当然不一定说 一定要看到300多 但是目前来讲 整个生技医疗股 在最近的买气是很强 所以有一些算是 你说比价效应的带动 绝对有类似像 保龄附警最近也拉升上来 然后今天也有消息传出来 做原料料的续付 这个有一家 这个在马来西亚 做阿兹海默镇的 一个新药的公司 他也是供应他这个 上游原料料的独家供应商 所以今天这样消息传出之下 续付也做一波的一个拉升 所以我觉得极短线上 在这个台北股市 因为比较处于量缩性的整理 那大型股 它比较有男友表现空间 就像我们过去聊到 就是以内资题材个别表现 那刚好内资题材的这些 过去比较爱锁定的生计 它就是一块 尤其可能电子股稍作休息之际 这个生计股出来 接棒的一个角色 过去的一个经验来看 都是相对持重 因为最近台积电休息 半老体好像表现比较平稳之后 生计股就开始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气氛上 看起来短线上 他们都还有成为市场吸睛的焦点存在 好 刚刚靠生计族群个股来检视 但是有些个股不像 像这个所谓的美食这么冲 今天反而有一点 在这两天高档震荡的拉回 其中包括有像智晴 还有包括像保龄富景 这些个股 昨天都出现拉回 今天又反弹 所以拉回反弹首五日线 只是没有过昨天的高点 像这样的个股 续报上还安全吗 如果首五日线的话 是不是可以续报 好 我觉得第一个 五日线我觉得是可以续报的一个关键 昨天那根黑K 我觉得先不必太过担心 但是如果你现在手上是 持有这个保龄富景的部分 那特别要去留意 如果在明后 就是之后的走势 你见到它出现跌破五日线 甚至那根黑K的低点在跌破 那稍微就要去留意到 会不会有高档出现的法人调节迹象 我觉得这样的形态 我用另外一张公司做例子 像是3272的东索 当然它不是升纪股 但是我主要从技术面给投资朋友去看 类似刚刚凯明所谈到的高档黑K 你看东索这一波也是拉了一波涨幅涨一倍 然后昨天出现一根黑K之后 今天跳空再跌破了重要的上升轨道的月线 然后直接往下滚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转弱的一个讯号 所以类似像刚刚讲到 保龄富景也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见到 刚刚聊到的这个黑K低点破了 甚至五日线或者上升轨道跌破 那短线上持有者可能可以先下车一趟 会是比较好的 好 刚刚看到这今天个股当中来检视 这些都是生计医药股的部分表现 那保龄跟志勤则是拉回有首五日线的 今天则做板摊 虽然没有过昨高 但是昨黑K今天拉回 还把昨天黑K一半给占回来 可以留意一下 个别股的部分 刚刚红杰科一度攻高 涨停 涨停打开 目前是回到75块5又涨停 上涨6块8 今天突然看到PA族群的部分 点火冲高 那红杰科能够在这样的点火表现来说 站上颇段高 全新啦 这些个股也呈现拉抬 涨幅有7% 怎么看这生化夹族群 红杰科的涨停 今天是有带量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看待它明天能不能续工 如果以技术面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条件味道 当然基本面我们先不用去看 它过去的一个营收财报 绝对不好 因为主要是首极端的 但是就像我们过去有聊到 最近台北股市走得像是有一点点 产业面利空出尽的 不再下跌的一个味道 所以刚刚聊到最好的情况就是 明年也许上半年慢慢下游客户库存调整完之后 见到好转 那我觉得有续谈的原因是说 外资在11月份开始转买 那我觉得压保的就是说 真的经过了将近一整年的修正整理之后 从这个去年高196这样跌下来 股价都已经是腰斩在腰斩了 所以跌升股的反弹也是今天台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样貌 除了PA之外 光通讯也是一样 像是4977的仲达KY 这一波也从126这个前两个月一度杀到年限八九十块附近 今天也是带大量拉了一根涨停 因为以重打KY来说第三季的获利其实不错 单季就赚一上半年 然后400G的产品它是两场出货顺畅的情况之下 对于第四季的看法它是乐观的 所以在光通讯的部分也开始有去反映在前一两个月 跌升之后的一个反弹 像是在这个切入资料中心领域 今年毛利率创新高的6442的光盛 其实获利也很好 前三季就赚了4.72元 其实这个成绩比去年是大增了337个percent 本益比来看都很低 再来更重要一点就是在资料中心市场的部分 它的营收占比已经是拉高到三成之多了 所以转型也见到成效 目前的股价也还在低档 全年你说赚到5块多都不成问题的话 本益比也相对低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投资可以去留意一下一些 业绩不错 然后本益比未接还在低档的话 那我觉得在现阶段这个架构 资金也会去流向这些低基期的一个个股 好 刚刚看到这今天讲到PA族群个股的部分 来看待它的盘中拉动 比较特别一些个股上的一个拉抬 在台股当中现在是涨73点的 在尾盘时刻间都持稳在60点以上 现在看到个股里头包括华欣今天的反弹 回到了42块8上涨0.2元 但涨点有在收敛 原本早上以为说有机会做了跌升反弹 因为修正拉回了几天嘛 做王无限靠近 看起来无限还是有压 像华欣这样的投信转卖股 是不是呢 真的在一反弹就要找这个调节机会点 现在怎么看今天的反弹 只现在小涨了两毛钱 早上一度还有到43块8 错过这多了一块钱的一个43块8的位置点 现在持有的人该怎么做 好 我觉得可能稍微反弹减码是要的 好 因为最近投信的转卖比较令人担心一点 会不会年底的一个作帐 他会换到其他的 你说公司或者个股身上 因为毕竟华欣前一波先拉抬之后 已经快接近前高这个位置区 那我觉得大概五日均线的反压 如果过不了的话 投资人可能先跑一趟会比较好 那我会怎么说有点换股的味道 因为你去看另外一家公司 2201的育龙 虽然投信没有到买很多 但是连续转六买 再加上育龙集团 你说跟鸿海的合作电动车 然后明年育龙成 这个商场的一个落成开幕 对他的一个业外收益也好 看起来气氛偏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上半年 因为认列了这个防疫保单的这个损失 新疆东京的一些损失之后 其实下半年市场的解读 就是最坏情况过去了 股价开始去做一波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有点悄悄板的味道 育龙是往上走 华鑫是从高档回落 所以在投信的 所谓的年底作帐的一个行情 或者锁定配合集团来看 投资人有稍微去留意一下 比较灵活一点 有哪一些是比较 最近投信有转去加码的话 那形态又转强的话 那我觉得短线上 应该是还有机会做更进 好 这我们看到 玉龙的部分股价在拉动 但是今天流的上影线也蛮长 最高到58块4 现在是56块7左右 有一点一两块钱的上影线味道 要留意 反而跌生反弹股当中 面板双虎 有达跟群创 在做走高 今天市场上有人在戏称说 昨天看着这个足球赛 四足赛的部分 跌破大家眼镜 摔了电视 摔了眼镜 所以要换隐形眼镜换电视 今天看到这有达群创 呈现了走高 隐形眼镜概念股 今天光学族群很强 当然有人戏称 这是一种戏虐的说法 但是我们看看 有达群创真的在反弹的话 怎么看待这面板双虎的 走高表现 您怎么看呢 没有错 昨天的足球赛真的是爆人 也是有刚刚开明谈到的 是不是有人在砸电视 当然这是属于玩笑话 但是就像刚刚讲 足球赛的爆人 那面板叶会不会也有 爆出让市场上 比较意外的好消息 因为就是 库存的调整 下游市场需求的转强 会不会提早见到好消息 就是说 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就有机会见到 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春 就像这个彭霜有谈到 他是看到明年的下半年 那当然他也聊到 库存的调整 慢慢有比较 趋好的一个迹象 所以当然形态 我觉得技术面 我会比较 先中心看待 因为他还不够成转强 但是他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 打出另外一只脚 因为这一波的回测 在10月份的低点 14.6 他没有跌破 所以又是消息面的 利空回测 没破前低 群创也是一样 消息面的利空做回测 前低10.4没破 然后回测到极限左右的位置去 看起来在技术面上来解读 会比较景象于说 就是拉回是有撑的 只是这个地方 他不构成所谓 转强的条件存在 所以我觉得空手者 先观望不及 因为就像刚刚聊到 毕竟目前资金你说 网面板也没有那么明确 量是说的 产业消息面 也没有特殊性的好消息 那持有的你可以先抱着 那比如说群创大概以季限 作为一个多空的一个分界点 作为后续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 刚刚这面板双虎的部分 怎么看待 那是不是都在这里的回测当中 是属于跌深的反弹表现 今天还有一个族群也做反弹 而且也长得 没有这个特别利多题材之中 居然做反弹 而且撑盘 这是航运股 航运三雄今天以万海 长荣扬名成线走高 万海昨天还跌 幅度不小 今天又走高 把昨天黑黑吃回来 看起来航运股 都有一点在测试月线当中的支撑 都有回测到月线前止跌的味道 那长荣目前现行比较强 因为它站在月线上 那万海是今天破月线之后的反弹 反而比较弱的是杨明 杨明呢 是在月线下方 现在也是在月线附近 好 到底货柜龙头股 有没有续涨空间 大家都在月线附近 直稳止跌 有空间吗 好 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比较中心一点 最好的情况 以我目前来看就是 先止跌 就像刚刚谈到的 消息不断的出来 股价没有再破底 这是最好的情况 就是在这个地方先止跌 但是上去的空间 目前来讲 你看STFI指数持续在走低 没有人说得准 因为连22周的一个报价下滑 从高点5000多点来到1000多点 很难说得准 但是就像刚刚聊到面板 我觉得有点像 你说长荣阳明望海 也没有再破前低 就是说乐观一点 利空做彻底 底部可能在股价上 已经陆续消化完毕 但是要让股价上去 目前看起来是有难度 你看像最近的一些 本土甚至外资的报告 都是看保守 在这个航运类的一个部分 好像没有比较支撑 他们上攻的一个要件存在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说 他们可能也许在基线附近 就是在这个地方 做整理的机会可能比较高 要转强走出一波态势的话 我觉得难度是有点大 好 这我们刚刚讲到 航运族群还有面板族群的个股 怎么看待它的止跌反弹表现 大盘进行五分钟缩合 现在是涨74点的 在14616点 成交量1724亿 好 看起来量好像又在 今天的上涨站回五日线 而且还在盘中有来到波段高点 量反而没有放大出来 这怎么看 这时候有人说高档横盘整理 撑得越久可以让这个平台 站得越稳 但是没有量会不会是 有点美中不足呢 是不是要靠量表态这个站稳呢 会不会在今天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却又上涨 那怕就是下半周要修正拉回 你怎么看这个量的问题 好 当然量是我觉得是个引游 因为本周突然急剧的量缩 那原本我会比较保守一点去观察 但是发现这两天 就像我刚刚谈到的 即便你说台积电做休息 第二个 其他的一些个股 尤其你说全职股的话 会有金控啊 这些跳出来接棒 好像并没有像 我原先一曲来的这么差 就是他一休息 整个台股就溃上了 人气就没了 好像并没有这么悲观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大型股休息之际 你说量缩 那原则上中小型股 以多头的一个架构去看 他应该就要接棒做表现 这两天去看 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出来 生计也好 这些ODC的中小股 类似像刚刚谈到的 国防军工相关的产业 甚至跌生的PA 也在动 所以看起来内支的火种 甚至这种攻击的力道 它有存在 所以这个地方 它会让指数 能够更稳定的撑在这里 因为不是台积电一休息 整个人气全面的溃散 这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 量缩 然后做横向性的整理 可能关键的转折在于这个FED 对于升息的一些政策上 如果再释出更明确的消息 市场有比较乐观性的解读的话 那我觉得是下一波 台股攻击的一个转折关键 好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